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3日 星期日 拜登 在波蘭首都華沙發表演說 其實過了幾天 當時演說有一件事 對於世界很重要 就是他講漏了罪 講漏了甚麼呢 他就是說 要勞報變廢紙 變長紙 還說不可以讓普京繼續掌權 這句說話 美國的白宮發言人就很快出來澄清 不是這樣的事 但是 這句說話其實一石就激起千蟲浪 他竟然在當日演說的時候 當然痛批俄羅斯侵略的行為 最主要就是 現在西方 對於俄羅斯的經濟細財 基本上是要摧毀俄羅斯的經濟 當然 勞報 由 普京的一個政治操弄 現在又反彈了 原因就是 所有的 國家 西方國家 任何不友善國家 例如 外國 除了中國和印度這些友好國家之外 所有人跟他買都要用勞報 勞報即時在官方的匯價反彈 接近收復侵略前 的失地 但是實際是不是真的有人 去換勞報呢 市民手上的勞報能不能換美金呢 其實是不可以的 他的官價是刺激了上來 但是 究竟 在莫斯科的人民手上拿著勞報能不能換美金呢 大家想想就知道 這場制裁行動 有幾百家外國企業 制裁 也宣佈英國離開俄羅斯 那麼 拜登制裁了很多俄羅斯政府官員 但是 我們要研究一下 究竟拜登說這番說話 有甚麼含意 是不是真的說漏了嘴呢 有前CIA的官員 就說 你反而說了這句說話 令到拜登 反而是有機會失敗的 因為 說了這句說話之後 令到普京 深深感受到 你們要趕著他 他會更加快點 趕狗入窮巷 更加難把他推翻 這件事其實引起了很大的回響 我們 看到現在坊間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一班反共人士 但是 他們是 支持Donald Trump 他們認為Donald Trump是對的 拜登是錯的 如果Donald Trump在 就不會把俄國 作為假想敵 也不會把俄國逼向絕路 而俄國就要侵略了 其實這個說法 跟中共不謀而合 即是你也贊成 或者你也同意 北約東抗是令到俄國發難者 侵略倫國的一個藉口 或者是 其實是美國逼他這樣做的 這件事我們覺得很值得拿出來討論 原因就是 我們看到俄國 究竟是不是被逼的呢 他侵略是被逼的 他向外擴張是被逼的 我們看到究竟是誰養肥 因為俄私 這節要跟大家詳細探討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劉伯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 現在我們看到 後備頻道 好像植物人 希望大家幫幫忙利用 我們的直播時間是每逢星期二 星期四 晚上7時至10時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 CIA前資深的官員 目前就在美國喬治城大學 擔任教授 他跟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 CNN的記者說 美國官員其實已經很清楚 拜登即興的說話 可能會帶來很大的危害 這些說話很難引起俄羅斯民眾的共鳴 反而 被普京 把自己塑造成外國威脅下的受害者 亦希望 罷免他的人 也會即時成為美國或北約的走狗 這個也說得有少許道理 不是完全沒有 CIA官員說 他長期擔任第一線情報人員的職業生涯之中 曾經 嘗試過拆反很多獨裁政權底下的官員 大部分同意替美國做間諜 其實他的目標其實不是為錢 而是本身 這個意識形態和獨裁者 是不對的 所以他認為 要推翻這個政權 才會對他的國家有利 所以 他 根本不是為錢 而願意為美國做間諜 這是根據一個間諜的 中央情報局的官員 即是間諜特務 他們就說 一個國家的人民不願意被獨裁者統治 不一定 願意接受美國的價值觀 如果將美國視為有好勢力 特別是長期和美國 不好的俄羅斯或中國大陸人 他們 其實很大機會 即使不同意中國也好 也不會喜歡美國那一套 所以 美國 公開說要 推翻普京 或者不應該被普京繼續掌權 反而 是使得普京有機會團結國內的大部分人 因為他們裏面反美的教育做得很足 現在美國佬在背後指示 原來一切都是你們搞的 所以 更加使得 他們本來想拆反的人 是失敗 是沒有辦法 站在他那邊 這是從特務的角度來說 但是我們會看到 有很多 親川普的支持者 他是民主人士 也比較 偏向自由 他們最近 支持烏克蘭 減少了 甚至乎開始沒有人支持烏克蘭 不斷在說俄羅斯 也是被迫的 然後還說 會益了中共 我們看看 因為 很有名的一個 自由派 曹長青 我也有看他的文章 不過這次 我不同意他的觀點 甚至乎覺得 他已經走火入魔了 他這樣寫 他說如果川普仍在白宮 俄烏戰爭是會避免的 他一定會 調停 會解決 但是拜登 卻慫恿戰爭 火上加油 其實拜登是不是火上加油呢 拜登去年12月已經警告過習年斯基 已經向全世界發出警告 俄羅斯 會侵略烏克蘭 12月 大家都說他是夠說 到了2月份 更加開玩笑 習年斯基自己也不相信 還說美國人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啦 你不要每天在這裏 勸嚴 沒有人敢來我們那裏旅遊 沒有人敢來投資 你再這樣說下去 在這裏唱 誰知道原來是真的 好了 究竟拜登是不是火上加油呢 是不是慫恿戰爭呢 我們就這樣看 當然不是啦 客觀的效果 當然不是啦 克林頓 奧巴馬 拜登等一路犯下的戰略錯誤 把蘇聯解體後 走向民選的俄國視為敵人 俄國真的是民選的嗎 你敢說俄國是民選的嗎 俄國的反對派全部被人毒死 要不就抓去坐牢 記者 你知道除了中國之外 死了多少記者的就是俄羅斯 你敢說俄國的總統是民選的嗎 是的 的確是選舉產生 但是他是不是一個公平的選舉呢 北約東抗圍堵 還煽動烏克蘭反俄 美俄關係全面破裂 主要責任是美國左派 美俄成為敵人 戰略重心轉向歐洲 中共餘人得利 自由世界 受嚴重威脅 這個我絕對反對 絕對同意 就是特朗普當年 他認為 俄羅斯不是威脅 所以他放生了俄羅斯 他被油價慢慢反彈上來 當然他也有出口石油 但是 他也是暗字 允許油價上升 如果美國一直增加出口石油 我相信俄羅斯的經濟組就崩潰了 當年侵略克里米亞 基本上 當時你說歐巴馬政府 一心要搞俄羅斯 你 你在這裡在位的時候 你就放生俄羅斯吧 我一直都說了 從他上台到現在 我從來都覺得 他是放生俄羅斯 他認為俄羅斯不是威脅 實際上俄羅斯是會出兵侵略的 包括 克里米亞 包括再之前的 格魯吉亞 2008年的格魯吉亞 再之前的車神 俄羅斯是沒有停止過侵略的 他的狼子野心一直都在 當然 這次 主要就是因為拜登的表現太過惡劣 尤其是這個阿富汗撤軍 令到人覺得 美國真的玩完了 美國的霸主地位沒有了 我們可以放心打仗 所以 令到他有出兵的決心 也是因為這個石油不斷的價格上升 因為美國的政策 造成 令到俄羅斯 累積了底氣 他有錢 他就敢動手 說真的 現在 美國很多人 反駁他 例如劉夏說 民選的俄羅斯是葉里茵的功勞 普京基本上是破壞了整個民主制度 做了獨裁者 他入侵烏克蘭 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絕對沒有人有 火上加油 我們看到 的確 現在的能源政策是加速俄羅斯的經濟實力 進一步壯大 因為他在油價那裏賺多了 但是 你想想 誰放生他 如果當時 特朗普上台之後 不是放生俄羅斯 不是讓油價鬆綁 讓油價由低位30多元反彈上來 他可以過得那麼好嗎 我一直都認為 俄羅斯是全世界最大和害 第二就是中共 當然如果兩個選擇 中共比他更加邪惡 因為中共有錢 如果俄羅斯 滅亡 其實絕對 對中共是一個構成很大的危害 你們錯了 現在他們批評 他們說要批評美國的白左 當然 我也很不喜歡美國的白人左派 問題就是這次跟俄羅斯是一個正邪對決 我們看到他不是為了這個 大局著想 如果你以這個中國人的 立場中國人的大局 根本就是要消滅俄羅斯 下一個就是中共 消滅了俄羅斯 中共 不會長久會到哪裏 但是 如果有這班人的阻撓 我覺得很危險 當然 當然 現在拜登紋亡跌 你可以趁著他攻擊 但是 我看到特朗普說現在趁著 叫普京交出拜登的犯罪證據 這件事其實是令人很反感的 無論你是 怎樣支持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任何人跟普京 朋友的話 其實你也不會是好人 我也重申 任何支持 普京的人 或者跟他說好說話的人 我也不會再尊重他 拜登那些甚麼盤算呢 是不是真的是整個局來的呢 我不相信 最重要就是 美國 很多事情你看到他都是被迫的 美國是 不會為了一個 另一個國家 付出他的人命 因為阿富汗已經浪費了太多錢 死了太多人了 他們不會再 出兵去幫助別國 但是 他們提供的錢 提供的武器 當然啦 你也要靠自己的 難道你不打美軍幫你打嗎 現在 我覺得 很多人開始 出來 以民主的名號 出來 幫俄羅斯說話 我覺得 他們完全 跟我們 已經不再是同路人 好了 現在很多人跑到極端 反拜登其實是不上路 拜登我們也不喜歡 如果他可以消滅這個普京 我們覺得他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是的 請